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第四章还剩余的一点点话题和后面的几道练习题 就相当于一节练习课了 那首先是关于命名,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两个东西的命名 一个是如果有知恋的情况下的丸体命名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纯类的命名 有知恋的情况下,那么第一步的话你首先要定主恋 那就非常的中式化,中国的如果你在中文的那个话区课程大概也是这么教的 第一步是定主恋,就写个定 然后第二个呢你去找到它的知恋 找到知恋,然后呢就要决定怎么去标这个序号 第三步序号的问题,第二步是知恋 第三步序号 然后根据你编的序号找到知恋的位置,然后说出它最终的名称 不过它的最终命名会跟中文的那个习惯的略微有点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找到它的主恋,主恋是什么?主恋就是最常恋 是吧,最常恋,这个最常恋可以是这个样子的,12345 也可以是这里拐了个弯的 12345要会找,是吧,要会找 但是呢,如果你是按照第二条路,也就是这条拐了弯的路去找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知恋是这一个 这个知恋是我们不太喜欢的 你说实话不太好去定,它到底该怎么叫啊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它的知恋是一个比较直直的情况会好一点啊 这种情况 它还是五个 然后呢,一个知恋是长这样的 另外一个知恋是长这样的 这种情况下知恋就比较好定 还是一句话,如果给你一个这种样子的知恋 其实你是叫不出名字来的 至少我们没有学过 你是叫不出名字来的,它也不会让你去 让你去定这个东西的名字 所以要学会找知恋 然后学会如何去定主恋 好,那么我们找到了它的主恋 主恋是12345 五个呢,就是一个painting painting 至于这个an1的尾巴 这是我们在ig的,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五个painting 接下来 这里有一个知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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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以基 是个以基 ETH 然后这里有个知恋 是一个甲基 Metal 那么我应该标号是从这边标过起来 那边标过来 我们有近减小的原则 禁,离得近 知恋离链端最近的一端开始走 如果两面都一样近 那么就要简单的离它近的 地方开始走 然后是小 然后是小 这地方的话离链端最近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从这一端开始标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这是3 如果我们倒过来标 那么123 3在这 4在这 这样的话数字不会是最小的 我们尽可能要使得这些数字越简单越好 所以从这边开始走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于是第二位上面有个甲基 第三位上有个以基 那么谁放在前 谁放在后 小青不是根据你数字决定的 而是根据什么呢 而是根据它的 字母顺序来决定了 字母表的顺序 那么甲基是m开头 乙基是e开头 所以你乙基应该在 开始 乙基开始 从三位上有个乙基开始 另外就是在数字与字母之间一定要有连字号 数字与字母之间一定要有连字号 而字母与字母之间不需要 比如说Metal和Painting 这个地方是可以联系的 不需要打空格 不需要打空格 那么这是总体的一个规则 还有一个地方 当你每遇到一个的时候 每遇到一个名字 请你稍微停一下 想想看这个名字是否合理 是否合理 然后你会积累很多很多经验 很快很快你就会 学会如何命名了 我们再来看关于纯类的命名法 其实纯类的命名法 也是从顽听的命名法里面 衍生而来的 比如说第一个 你同意吗 它叫Ethanal 它叫Ethanal 我们看到了 顽听那部分的Ethan 对不对 顽听那部分的Ethan 这一部分 然后再加上了一个 它属于哪一类 它属于 Alcohol 于是我们最终 有一个Alcohol的OL 在那地方 Ethanal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叫Propin-1O Propin-1O 这个one叫做Locant 在这 这个one叫做Locant 它必须要指出 这个抢击是放在哪儿的 或连在哪儿的 而对于这个来说 一二三三个碳 所以我们还是有Propin Propin 我们说它是基于 丸听的命名 所以丸听的绝大部分 被保留下来 Propin 但是呢 你需要指出这个养青在哪儿 因为这个养青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它可以连到这儿来 如果跑这儿来 就变成二 所以你光说 Propin-0 就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叫法 你说一二三并纯 就是Propin-0 不是个很严谨的叫法 而是要具体的说出 它到底 它到底是在第一个碳 还是在中间这个碳上 Propin-1O Propin-1O 还那句话是吧 数字与字母之间 一定要有连字号 数字与字母之间 一定要有连字号 因此这地方 在1的前后 它都有连字号 看下一个 看下一个 我们找找主链 最长的 一二三四 或者你这样下来也可以 两个都一样 也毕竟这两个 甲基其实是同等的 然后呢 我们怎么来编号呢 怎么来编号呢 好像它的 这个支链 好像它的支链 都离链端一样近 是吧 从左边也是第二个 上面出现支链 从这边开始 也是第二个上面出现支链 那我怎么来编 你看它这里 是怎么样给你的 它说是 所以说 你是从这开始的 一二三 那么这里 也告诉了我们 如果 既有它做支链 也有它做支链的情况下 我们是优先选取它 是吧 优先选取它 这个是更重要的支链 所以它要近一些 它要近一些 越近越好 越近越好 因此这地方应该是二 而不是这样编过来 如果你这样编过来 就变成了 第二个位置上是甲鸡 第三个位置上是 更重要的一个 不是 我们把它看作 更重要的集团 因此最终变成这个样子 你同意吗 在第三个位置上 这是关于这个 再看下一个 再看下一个 如果是有两个甲鸡 有两个甲鸡的话 它要发生合并 但是这两个甲鸡 虽然离这一端很近 我们好像应该从这边走 但实际上应该从这边走 为什么 我说了这个是更重要的集团 这个是更重要的集团 所以它要最小数字 它要最小数字 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也算一 这里算二 这里算三 这里有两个甲鸡需要进行合并 两个甲鸡就要进行合并 小心啊 只有相同的东西才能合并 你不能 不同的东西也合并 只有两个相同的东西跟合并 变成了dime vessel 二甲鸡 二甲鸡 所以三三 小心哦 有两个字 你就要写两个用 你不能说三二甲鸡 你这个二甲鸡 说明了有两个 就得有两个位置才行 三三二甲鸡 怎么怎么样 数字与数字之间是打得好 数字与字母之间是打连字号 打连字号 好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种题目 就是从名字 让你写出它的 写出它的结构来 比如说第一个是dime vessel propane 先写主鸡 propane 三个碳 一二三 dime vessel 两个甲鸡 有没有可能把甲鸡写字呢 不可能 如果你的甲鸡挂在这 其实你的主鸡就找错了 这个主鸡是四个碳 而不是三个碳 所以甲鸡不可能出现在第一位 另外的道理 乙鸡不可能出现在第二位 如果你的乙鸡出现在第二位 这种情况下 那你的主鸡又找错了 主鸡是这个样子 而不是这个样子 这才是最长的 所以甲鸡不可能出现在第一位 乙鸡不可能出现在第二位 你的甲鸡只能往中间放 一二三 dime vessel 好 有两个 有两个 另外就是这地方的话 messor不需要去指出你是一个 比如说 22dime vessel 不需要 不需要 毕竟的话它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你不可能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 你不需要说这个22dime vessel 你先说dime vessel proping就可以了 下一个 3 methobutin 1O 那先看到butin 它的主链听出来 四个碳 1 2 3 4 1O 说明我们的抢机是在最开始 那你写这边也行 写这边也行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一号碳 还记得吧 离它最近的是一号碳 接下来 2 3 在这里有一个甲鸡 有一个甲鸡 好 其他的就是你自己去 补充完整 按这句话 每次遇见这种东西 是吧 如果书本上既给了你结构 又给了你名字 你停下来 想一想 它这个名字 说得通了 说得通了 好 以上就是关于这两个顿的命名 就说到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1234个练习题 前面三个应该说的比较简单 就要悲快地过一下 第一个是关于它的化学式的问题 化学式的问题 这是什么式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把所有的键都表示出来 所以它不是display formula 更不可能是general formula general formula是个通式 通式的话是带n的 在 a level 在a level之间 我们在 i阶段 至少你应该会三个通式 一个是顽听通式的 碳n氢2 n加2 我们 ane那个 alkin 一个是ene的那个 alkin 锡听的通式 碳n氢2n 还有一个 alcohol 可能有一些呢 还有一个 缩酸的通式 不过这地方我不写了 alcohol的一个通式是 碳n氢 要么就是 2n加2氧 或者呢 也可以写作 碳n氢2n加1 氧氢 氧氢 这样的情况 这三个 你应该是在i阶段 就应该记住的东西 所以这种形式 它肯定就不是这个 molecular formula 只告诉你有多少个碳 比如说12345 这里是五个碳 然后氢是12个 它只告诉你多少碳 多少氢 它告诉你两个的总数 所以 这个数据属于structure formula 对于试试哪种formular 要很熟悉 要很熟悉 看第三 我其实挑了1357 根据iupac 根据 这个系统命名法的话 它应该叫什么 它应该叫什么 我们看见 支链在这 支链在这 然后呢 要尽可能使得 支链这个数字 更小一些 所以不会从编号 这边来 而从编号这么过去 所以12肯定是 1212 我们排出了A 排出了C 然后12它是四个 四个的话是building building 所有的键都是单键 所以是ane的尾巴 因此我们选择的是它 来看第五 第五 它表示的是 哪一个是置换的 Average 取代的 哪一个是取代的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是我们的加成 加成 所谓的addition 加成 addition 非常明显是吧 非常明显 两个东西变成了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东西呢 也是一样 两个东西变成一个东西 addition 一样 第三个 第三个 这就是我们的取代 一个F进去了 换了一个H出来 跟它结合 这就是取代 substitution 我就不写那么全了 下面一个 这个很有趣 这个很有趣 这个东西的话 被称为reforming 重组 或者是重排 reforming 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乙丸 乙丸的话 后来脱去两个氢 脱去两个氢 变成了乙锡 原来是一个 全是单键的东西 然后后来的这个东西 变成了带有双键的东西 带有双键的东西的话呢 会掉出两个氢来 所以最终变成了一个氢气 跑出来 reforming 这些东西要很熟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非玄子体 第七 也是这个视频的最后一个 它说你给出它的 Molecular formula 对于Octin来说 Octin八个 碳八 根据这样来 每隔两个 每两个之间间隔的是个碳氢二 这个要很熟 这两个阴格也是碳氢二 碳八氢一十八 碳八氢一十八 然后呢 给出一个 这个 所以说它的一个变化规律 这个变化规律要小心 不能够完全套用 你在IG阶段学习的东西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东西都是simple molecule 首先你要知道 它们都是simple molecule 然后对于simple molecule来说 它们肯定是inter-molecular force 但是如果你只答 它们的inter-molecular force increases 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是A-level级别的要求 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就知道 关于inter-molecular force 我们有三种 inter-molecular force 我们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关于London 简单的说 London force 一个是permanent dipole dipole 一个是hydrogen bonding 所以你需要说出 到底是哪一种 到底是哪一种 你光打inter-molecular force 这是会丢分的 这是IG级别 那么对于它们来说 它们是不含 permanent dipole dipole 也不含这个的 它们只有London force 所以你需要说出 它们的London force在升高 这是一分 London force在逐渐的增强 在逐渐的变大 然后呢 就需要更多的能量 是吧 more energy more energy London在升高 more energy is needed 对吧 两分 接下来 给出一个数值 给出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不能乱给 不能说 我知道这个东西 我那我就写了400号 稍微高一点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没那么简单 你需要大概看出来 它升高了多少 比如说从这到这 它升高了大概是一个30 从这到这 也是升高了 大概是30左右 这个也是 大概是30 然后这个也是 大概是30左右 所以这地方多少 你最好猜也是猜个30 所以这地方 你不要只写一个增加了一度 增加一度 你知道高一点 但是不要只写一度 比如说我们可以猜一个 430或者是420 可能都好一点 都好过你自己猜个400 所以这个还是得看一下 规律才行 它肯定给你的是一个数值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看一下 它的标准答案给出的是怎么样 它肯定是一个 允许的数值范围 但是绝对不会是只增加一度 来看C这个 C这个 那么长的可以打短成为短的 这个东西被称为裂化 racking 裂化 或者更深度的裂化 也被称为裂解 那对于decking 然后10个 decking 如果你不知道decking是多少 你看上面也知道 碳石清 22 22 到了哪儿 变成了碳8 octin 你刚才写的那个 氢 这是ane 所以是18 再加上一个ethin 小心啊 有一个是顽听 有一个是吸听 碳4 氢 这个 碳4 氢 不是碳4 碳2 碳2 氢4 碳2 氢4 一定是打出来 一个顽听 一个吸听 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打出来 一个顽听 再加一个顽听 更不要傻乎乎的说 我把它直接除一个2 不可能出现一个碳5 氢 这个11的情况 那这是这一份 接下来 下一个 对于 以烯的一个加氢 加水的问题 或者是 直接 变成纯的这个问题 工业上 可以办得到 直接加什么 直接加这个 然后变成了 乙醇 这是置乙醇的一个方式 其实 这是置乙醇的一个方式 那么它的 这个条件要求是什么 条件要求是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 好像在 IG一段 我们就碰见过 那这个东西的话 它必须是一个器材 所以这个器材 要求你温度 不会很低 室温下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然后这个地方 你可能需要去记一记 下面这个条件 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 高温高压催化剂 高温高压催化剂 当然这个温度 其实也谈不上是很高 谈不上特别高 300多度 然后压强确实很大 压强确实很大 然后是一个催化剂 什么催化剂 什么催化剂 一个 磷酸 磷酸 磷酸催化剂 350 670 磷酸催化剂 把它变成一个小口诈了 让你记一下 350 670 催化剂 磷酸 好 来看D 来看D 这地方就算是考察你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对吧 我们的考试题里面会有 要求你用所谓的 界限式来表示的 Skeletal Forming 那么来写写看这个方向式 我们来写写看吧 那Reforming Taking Taking 10个 写菜已经给了你这个 12345678 910 好 然后Reforming 变成多少 23 Dime Method Octin Octin 8个 12345678 好 然后呢 在2的位置 这是2 这是3 各有一个Method 然后一些Method不要往下写 往上去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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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比较好看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写出一个关于Hepton Hepton是几 7 然后变成一个Method Method Cyclohexene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那么Hepton 1234567 7 然后呢 把它称环 小心 当你每乘一次环 当你每乘一次环 就要丢出两个青来 就要丢出两个青来 所以不要只写一个场窝 你的场窝有两个哟 那么先写一个Cyclohexene 它的主链是这个样子 Cyclo是个环 环 而且是环几万 123456 然后呢 还有一个Method 所以我们再来一个Method 这样 接下来 接下来 调出两个青来 第三 第三 它说 为什么要有这种东西 为什么要有这种东西 为什么要进行重组 重组的问题是 产生更有效率的 燃烧效率更高的 Hepton More Efficient More Efficient Petro Produce 是吧 To produce More Efficient Petro 好 这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 可能这个东西 稍微要花点心思去记一记 然后对于Reforming 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也请你稍微练一练 是吧 那这道题目是一个 非常好的立题 教你怎么样去做 Reforming的事情 别忘了 当它成环的时候 要掉出两个青来 OK 那么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了 我们下一张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